2013年苏立台风造成苗栗县中港溪暴涨 地势低窝的头分式尖山米粉街受严重冲击 碍于永久性提防兴建需要解决用地问题 二合局与县政府共同会刊 拟定应变作为 将以监测设施搭配抽水机调度防范水环 头分式尖山米粉街位在中港溪出海口 加上河道狭窄沿岸地势低窝 暴雨来袭容易淹水 在解决用地征收新建正式提防以前 二合局亲自会刊简报说明 将以湘型石龙防灾减灾工程 定期更换太空包提升防洪效益 我们除了工程手段以外 我们也设置淹水的一个感测器 水位的一个监视器 我们也订定警戒水位 达到警戒水位的时候 我们会超前来一部抽野机 另外达到警戒水位 县府也会试这整个一个水位 跟后续水情的一个发展状况 来办理湿散撤离 那确保人员凌伤亡 当作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二合局除了在临时护体周边 假装监视设施 淹水感测器 远端监控等 及时掌握核断水情 县政府也会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同步启动移动式的抽水机 当水位达到6米时 协同施工所执行疏散撤离作业 尖山地区既然它容易淹水 那今天也邀请了二合局 真的非常感谢洋局长 对我们这个机民的关心 刚刚也很多代表 民意代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那局长也都一一跟他们解释 我相信只要大家在这个灾害前 有心理准备 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损失 针对地方提出河川法线迁移等问题 二合局表示将纳入讨论 而各项整备工作做好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仍养贷自主防灾 社区齐心发挥功能 才能有效减少灾害的发生 给大家看